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,他们为了国家守土安江,是为了暴露我们能够安居乐业,对于中国军人来说,这就是军人的职责,在和平年代训练军事技术,但是在战争年代就要冲锋陷阵,这就是军人的使命。 一般士兵在进入军队之后两年就会退役,这些是属于义务兵,而他们由于参军的年纪比较小,退役会相之后,对于国人问题一般都好解决,但是在部队中的基层骨干就不一样了,很多军人在军队中由于表现良好,都会被提拔卫士官,而这些人都会成为军队中的警民,是军队重点培养的对象。 但是军人也是需要成家的,随着年纪的增大,很多军人都将青春送给了军队,但是这些军人都看在眼里,目前军队中有一项特殊的规定和福利,就是给军队中单身的基层干部集体相亲。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很多军区和当地的复联伴都组织这样的活动,由于军人平时也没有时间出来,所以很少接触的女性,在见到女孩子的时候都都不知道聊什么,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,才会有安全感。 很多女网友也纷纷表示,自己也想做军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